人群樓空的阿富汗美国大使馆外墙 被士兵欺上塔利班旗帜和标志logo 遭空袭炸毁的喀布尔医院 准备展开重建 这是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现况 面对残破家园 阿富汗人现在只担心三餐无法温饱 塔利班掌权后的阿富汗 当前最大危机不是经济 因为饥荒已经来到阿富汗大门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现在每三名阿富汗人就有一人吃不饱 想运送食物进阿富汗情况也相当艰难 二十年战争导致五百万人无家可归 联合国表示 现在阿富汗有近半数人口 近一千八百万人 急需人到人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菲杜哈与卡达外长与防长会谈 想为撤军阿富汗上后无过遭遇了尴尬情况 还召中国大陆开栓说美国是假撤退 美国美军虽然撤离了阿富汗 但是美国对阿富汗事务的干预是不会停止的 实际上卡塔尔扮演着 这个美国和塔利班之间一个中间人 现在塔利班与大陆交好 美国总统拜登有何看法 也让外界相当好奇 塔利班治理阿富汗 不只经济民生粮食危机 成了烫手山芋 现在更衍生出美中角力 DVBS新闻综合版本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然后再来一会儿的 请订阅按赞分享 请订阅按赞分享